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星期三下午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敦马上个星期五宣布呢 自己兼任了这一个教育部长之后呢 大家都很关心说 他的第一炮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教育改革的方案 或者是一些大蓝图呢 那今天网上呢 就流传着一封署名教育部 学校管理组BPSH的主任呢 莫哈默加米尔 他就在一封呢 日期1月14号就是昨天哦 发给各州教育局主任的 这个信函中呢 就有阐明 教育部认为呢 校方有必要展开 学生穿黑鞋政策的研究工作 这一封公函呢 是否意味着 校鞋又要换颜色了吗 从黑变白吗 那这个消息可靠吗 新闻来源呢 是马智里知有的面子书 他先上载这份公函 那么借着媒体呢 就跟进报道这个事情 那么校鞋的颜色 不管是黑或者是白 都有很高 很大的新闻价值 这是前教长马智里 留下来的客帝 刚巧这个消息呢 是由相信是 马智里的粉丝 所经营的 马智里知有的专业 所发出来的 当然媒体就抢先报道 因为这则新闻 非常吸引眼球嘛 这一个消息 一出街之后呢 网友们就马上的转发 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马上的热起来 而正式的情况呢 并不是教育部重新检讨黑鞋的政策 而是针对黑鞋政策的执行 进行了解要求 下方填写问卷表格 或许是为了抢先抢快 那么媒体少了一个认证 或者是查证的一个工作程序 没有像教育部了解 这个当中的实况是什么 而是根据网络流传的这个新闻 来打标题 然后来写新闻 结果呢 搞到父母亲都非常紧张 又要换鞋了 不是吧 那么其实不是的 教育部呢 目前呢就逐步落实呢 中小学穿黑鞋校袜的一个重令 但是呢 有几家媒体啊 今天却说呢 教育部将会重新研究这一项政策 就引起了一些民众的误会啦 那教育部一名官员呢 今天就向当今大马呢 澄清就说呢 网络上流传的 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一封信函 只是教育部呢 就要求校方填写问卷 以便呢 帮助教育部呢 取得实行黑色鞋袜政令的一个数据啦 那这一项问卷呢 并不是要重新检讨呢 这一个黑校鞋袜的政令 只是为了了解学校呢 在实行这一项政策的情况而已 官员说得非常清楚 不是重新研究或者检讨 因此政策没有改变 还是维持原本的黑鞋跟黑袜 因为政策在调整或者修改之前呢 通常都必须要有一个研究的阶段 如果研究没有的话呢 就不会进行改变了 而且这只是一个问卷调查而已 看看自从这个黑鞋黑袜政令推行之后呢 学校的反应是如何 教育部想要借着这个调查呢 来取得学校阶段性实行黑校鞋的一些数据 因此校方呢 必须要在1月31日之前 就是还有两个星期来填写这份问卷 嗯 这一个信函呢 是说明了教育部从2019年到2021年呢 将会逐步推行呢 黑色校鞋校袜的一个政令 因此呢 教育部就认为说呢 有必要呢 展开实行调查问卷 以便呢 取得校方实行这一个政令的一些数据啦 那教育部呢 就要求校方呢 通过网上填写问卷 并且呢 必须要在1月22号之前完成的 那不管怎么样啦 这一个信函里面呢 其实完全没有提到 教育部将会重新检讨 这一项政策的字眼 根据当今大马的报导 有多家中文报的网站呢 就包括了新洲日报 东方日报 光华日报和中国报 都有报导这一则新闻 指教育部将重新研究黑校鞋的政策 那么较早之前 马来媒体每日新闻 也做出类似的报导 不过呢 之后就改正他们的标题 媒体关注校鞋的新闻呢 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关乎到学校 学生 还有家长 特别还包括另外一名人物 就是马哈迪 那么校鞋的议题呢 比教育改革更受关注 因为它容易被挑起 被炒作 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呢 它确实是很重要 但它很枯燥 也不容易理解 我们回来关注一下 这个黑色校鞋校袜的一个中令 其实呢 教育部在马智里的时代呢 就在2018年11月30号的时候 就有宣布 从2021年开始呢 所有政府学校的中小学生 不仅呢 需要穿着黑校鞋上学 同时呢 也必须穿着呢 黑色的袜子 那教育部呢 就有表示 当时候的家长民调结果 是显示说 大部分的人呢 包括家长 都是支持这一项黑校鞋的中令 那这一项黑鞋的中令呢 确实备受争议了 也是一直呢 被炒作的 那从去年开始呢 其实在2019年的学年的时候呢 就已经开始逐步的落实 那并将会在今年呢 是扩大实行 但是呢 会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呢 才全面执行 还有执法 黑鞋政令呢 令到马智里成为全国的焦点 也掀起了渲染大波 但是在反弹之后呢 马智里之后就宣布说 黑鞋政策呢 将会暂缓执行 那么从去年开始呢 学生们就可以获准 有弹性的选择要摆鞋 还是要黑鞋 但是不能够一直脚白 一直脚黑了 那么直到明年才全面的落实 这项政策 那么这项政策呢 也导致许多商家 因为摆鞋的库存量太多 而被迫进行抛售 降低价格 把摆鞋卖出去 而马智里呢 在这一个课题上 他处理的确实不好 那么他在今年年头的时候呢 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 突然间辞去了教育部长的职位 由马哈迪来站待 那么马哈迪上任之后呢 民众也开始纷纷议论跟猜测说 黑鞋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卦 那么截至目前就是 今天1月15日傍晚 5点半 政策维持不变 没有悠转 那么未来呢 就不好说了 也说不准 OK 不管这个黑色的 笑血笑话的政令呢 到底会不会改变 我们先暂时不得而知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也是 我们下一段 主编点新闻的一个关注点 就是马上就要举行的 沙巴金玛丽补选的 这一个消息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